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 HYS 2020年的Form 5 Revision Increase MC第12條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If k is a constant such that 而導致發生甚麼事 就是以下這句 就是x3次加4x2次加kx-12 is divisible by x3 但它問你k的價值到底是多少 老實實 我首先叫這個功能叫做fx 從來沒有給我的名字 我就自己厲害了 fx就等於x3次加4x2次加kx-12 如果LongQuad就這樣寫 如果不是LongQuad就知道它 不用厲害了 為甚麼我要這樣寫呢 由於你跟我說的 那個fx is divisible by x加3 是吧 所以發生甚麼事呢 根據factor theorem 如果你忘記factor theorem 現在告訴你吧 其實如果根據factor theorem 我自己會想起 首先這個fx是給x加3除 所以先拿除人那個出來 綠色筆不出街架 重新 綠色筆不出街架 就拿除人那個出來 設定它做等於0 看看x是甚麼 就是-3 這個就是step1 這個就是-3 好了 接著step2就是講甚麼呢 那時候我教你 即是把x 不是fx 把x放回 今次之辣就是-3 放回負3 負3就是甚麼呢 f-3 其實就是reminder 今次的reminder 無論factor theorem也好 reminder theorem也好 其實它的用法也是 好像現在這樣一樣 而事實上 今次它說明 is divisible by x加3 即是除得盡 除得盡 即是有沒有餘數 沒有餘數 沒有餘數 即是reminder的餘數 就是0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0 f-3等於0 所以其實我們會知道 下一句是怎麼寫 由於你說 fx is divisible by x加3 可以讓x加3除得盡 所以 即是f-3 就位等於0 f-3就是餘數 餘數就等於0 即是換言之發生甚麼事 x就是寫負3的三次 再加4乘 負3的2次 再加k乘 負3 再減12 即是等於0 換言之 按機 這個33-27 再加33-9 負負一正 94-36 負27加36 再減12 理論上應該這個 都會出負3 後面就是減3k 就會等於0 即是負3 就等於減3k 再加3k 所以這個就是3k 最後乘3 再加3 等好兩邊 調轉寫 最後答案的k 當然就是負1 好了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有 正確答案就是b OK 好了 就查一查看 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